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波浪 波浪很簡單沒有內容 基本上只有一句話 叫做波浪是由風引起來的 風平就會浪靜 無風就不會起浪 風如果越大浪就會越高 就算是這句話而已 就是波浪是由風引起來的 所以呢 海風要來的時候因為海風浪 因為風很強所以浪就很高 所以呢海邊就有滔天的巨浪 所以就有一些神經病會跑到海邊去關浪 正前面跑去衝浪 這個浪比較大 所以那時候海風逼近 還有所謂的風狗浪 東北氣風吹過來的時候 海邊就像有一些大浪 風狗浪看起來平靜波 對著浪打上來波到海裡面去 東北氣風強烈的時候有帶來大浪 所以這叫做 地科的重點叫做波浪是由風引起來的 下一個是 李化老師有教的 就是 波浪不會使船隻前進 李化老師有教過波動只傳遞能量 不傳遞戒指 波形會前進能量會前進震動會前進 而戒指不會跟著前進 所以波浪不會使船隻前進 你這也有人考過 算是考李化也可以算考地科 OK 然後波浪會造成輕蝕的現象 傳到岸邊會變淺 這個看看就好了 我們不論沒有解釋為什麼會破碎 那是因為生前的時候 速度不同關係 他要帶過去 然後會造成一些輕蝕的結果 所以我們要有防波堤 我們會有一些什麼 重情消波化 我們這也來防止他的輕蝕 這個看看就OK了 所以波浪沒有內容 下一個有內容的東西叫做 潮戲 但是我們要在天文的時候才會正式的交 我們這邊只有帶給各位的東西 提示一些叫你要背的內容 但是細節要到天文的時候才會交 中央氣象局的 中央氣象局的 請他們應該會交psilon 我們要就到這邊 你大早上小早上小早上會貝 好 你說 responsibility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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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會有波浪 其中 月球是主要的影響力量大概太陽的兩倍 原因 距離比較近 距離比較近 所以考試如果考一格 如果考試考一格 誰影響地球潮汐就都寫月球 考試如果考兩格 誰和誰影響一格就寫月球跟太陽 兩格就寫月球跟太陽 一格就寫月球 月球是主要的影響來源 接下來的 背 每天長槽兩次 兩次滿槽兩次乾槽 兩次長槽兩次落槽 每天兩次滿槽兩次乾槽 兩次長槽兩次落槽 碩望是大槽 上弦下弦是小槽 這張頭影片跟下一張頭影片 你全部都會背起來 正式教是未來 我未來會解釋 我以後會解釋 為什麼錯忘是大槽 上弦下弦會小槽 我以後會解釋為什麼每天會有兩次滿槽 兩次乾槽 我以後會解釋 你這個混亂怎麼解釋 我背就對了 千背 未來要用 學期末 逆真斷考試要用 央真斷考試要用 OK 考試正式出現是央斷考 就先背 好 碩望叫大槽 上弦下弦叫做小槽 這也是我以後會解釋 著心著情 十二小時二十五分鐘 我以後會解釋 因為月球到地球不難關心 每天會延後五十分鐘 這些我以後通通會解釋 為什麼會這樣 你現在就不要管為什麼會這樣 你把它背下來就對了 我以後解釋過以後 你還是聽不懂 也沒有關係 就給我死背 就死背 OK 潮汐的週期 十二個小時又二十五分鐘 潮汐每一天會延後五十分鐘 今天滿潮到明天滿潮會延後五十分鐘 為什麼 因為月球會繞地球公轉 因為月球會繞地球公轉 所以會延後五十分鐘 以後解釋 上一張頭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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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以後解釋 你護理我背就對了 背下來就對了 OK嗎 可以嗎 潮汐週期十二個小時又二十五分鐘 因為月球會繞地球公轉的關係 所以每天滿潮時間會比前一天延後五十分鐘 可以了嗎 可以嗎 可以嗎 OK嗎 OK OK 好 適合 谢谢课堂练习